不巴不知道 一巴吓一跳 原来娱乐圈竟然有这么多出神呢 贾兵简直就是行走的吹石兵 走到哪 哪个剧组就有口福了 谭卓回忆起拍戏的时光 第一个想到的竟然是贾兵做的下午茶 我在东北的下午茶 兵哥给我做了猪肉炖寸条子 范城镇和沈腾跟贾兵进一个剧组拍戏时 彻底被兵哥的饭征服 采访时还在回味 从此彻底成为贾兵的范围 他做的炖菜真的每道都那么好吃 所以每次吃他做饭的时候 我都撑饭死 我就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炖菜 我说实话 本身就好爱吃东北菜 但我确实没吃过那么好吃的东北菜 只要兵哥在的剧组 导演从来不会发愁请不来人 一起上个节目 范城镇一天问三遍 买人兵哥做饭吗 需要我做吗 需要我做我就做 城镇啊 这豆角闷面究竟是有多好吃啊 本来是冲着搞笑看的综艺节目 结果艳生生给自己贪饿了 贾兵在节目上做的每道菜 都能隔着屏幕把人沉得流口水 别人上综艺节目都是找镜头 而贾兵上节目满心满眼就是锅 贾兵还没到齐呢 兵哥就已经做上了 做饭之前拿着小本本 大家点的每一道菜都能轻松拿捏 炒鸡 鲜红日炒蛋 推波烧 肉炖豆 鸡蛋大叫 来了乱炖吗 那可以等乱炖 走了 简直就跟行走的菜单一样 就没你兵哥不会做的 做饭的时候也不需要任何人帮忙 从洗菜备菜到最后收拾厨房 全都是自己一个人搞定 看着干净利落的刀工 简直太赏心云目了 一个人同时用三个锅做菜 也能有条不紊 被旁边的嘉宾都看呆了 一边做饭一边收拾 做完饭 厨房还是干净的 贾兵 古希腊掌管厨房的神 要问饭菜味道怎么样 看着几个闲眼包就知道 平时个个闹腾的停不下来一点 贾兵的菜一上桌 都非常默契的埋头苦干 恨不得立刻多掌一张嘴出来 这时候没一个人说话 生怕多说一句 少吃一口 想让他们消停啊 就让我做点饭 可一点都不闹了 刚说完要减肥 转头就抛到脑后 好吃到根本杀不住车 被屏幕外的我都馋得流口水 除了贾兵 咱们东北甜妹姜岩 也是大出级别的 汪涵都夸她 是中国就会做饭的女艺人 中国女艺人当中最会做饭 当初上节目 凭借一道鲤鱼月龙门 成功征服嘉宾的胃 直接从飞行变为了常驻 中餐厅里一道被拉来救场的扯面 瞬间吸引来了大批顾客 隔壁餐馆的老板 都忍不住过来学习 方晓明更是称赞她 是中餐厅的灵魂 姜岩是中餐厅的灵魂啊 姜岩还有自己的美食账号 会在上面分享做菜教程 甚至还会贴心的考虑到热量 视频里全是知识点 就是说 姜岩真的像极了我那长得好看 还会给我做好吃的小姨 别人看中华小当家 都是馋得要死 张若云看中华小当家 满脑子想着 却是怎么做菜 张若云还在节目里爆料 自己家里是真的有菜单 拍戏的时候也不耽误做饭 每当一个剧组就开始投尾 晚上拍完戏之后还要配菜 甚至还特别细心的 记着竹林演员的忌口 化妆和拍戏的时候 让助理去备菜 最后做最后烹饪就好了 我现在已经眼上习惯 每天晚上看通告 看明天有几个人 然后看我有什么食材 然后我还记得 竹林演员的忌口 让谁不吃羊肉 谁不吃猪肉 张若云 我在剧组里 见着厨师的那些日子 看几位做菜 隔着屏幕 都给我馋得流口水了 猪肉问一句 各位大厨 啥时候能来我家里做顿饭啊 没想到